鱼子酱鱼 咱们如果吃金枪鱼 咱们玩任何东西都是什么 野生一定是最贵的 人工养殖不值钱 但是兄弟们鱼子酱除外 鱼子酱在20 我忘了哪一年颁布的一个法令来说 就是这个不允许任何国家去捕捞野生的这个鱼鱼 因为这个鱼子酱不是说什么东西的 你养一条鱼放在这 然后你跟他说 宝贝该产子咯 快点下个蛋吧 来拿个小碗装好 然后鱼子酱不行 这个鱼鱼一定要是用人道的方法 瞬间杀死 直接抛斧 在他死之内的半个小时 这个鱼子酱就要求是装箱 密封 真空抽完 零下两度 然后去保温 基本上运到世界各地 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完成 所以这个鱼一旦杀了 他就没法相当于是杀鱼取卵 明白那意思吗 他不是说这个 这个就是你养着他 然后无限的下蛋 这种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国家出台 包括俄罗斯 还有欧洲 都有这方面的法律 就是野生寻鱼 不允许这个过度的捕杀以后 现在全世界90%的鱼子酱 全是人工养殖的 那有些人说 卧槽 人工养殖 它为什么还这么贵呢 兄弟 我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说如果达到世界最好品级的这种鱼子 就黑鱼子 达到这个品级了 口感达到糯米口感 就这鱼子咬下去以后像糯米一样 并不是硬的 然后吃下去必须是一点腥味没有 达到这个品级的 你知道这个鱼要养多少年吗 人工养殖 兄弟们你们猜要养多少年才能够取这个鱼子 兄弟们可以单步猜一下 10年 20年 差不多 15到19年吧 这个每个地方的品级不一样 15就最起码要15年以上 就正确答案15年以上 也就是这条鱼要人工养殖十几年以上 我才能把它杀了 取这个鱼子 取出来这个鱼子大概能够装多少盒呢 我算一下啊 一条鱼的鱼子的市场价格 咱们以欧洲来说 一条鱼杀掉以后 它的鱼子大概是 两万英镑 也就是大概十多万人民币 一条鱼杀完以后 取的鱼子高品级的大概十多万人民币 我跟你说一下 现在在近几年 全世界最高品质的鱼子 并不是俄罗斯的 我非常自豪的说一点 中国已经位列到全世界 这个鱼子酱 养殖跟繁殖 包括这个品质 口感这方面 中国已经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准了 就在这几年